要把所有的名稱通通寫過去 當然你不要笨笨的用Ctrl-C Ctrl-V 複字貼上複字貼上 當然錄字句集也可以錄到東西 但是錄下的東西很長一串 那我們簡單講一下就是 for i 等於1到 schutz.com-1 為什麼要-1呢? 因為剛剛不是有新增一個對不對 一定要-1啊 不然的話連最後一個排序了 可能要怎麼工作表6 那排出來可能你這怪怪的 ok 那我們要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A欄的第幾個 第一個儲存格A1有沒有 A1就放第一個 所以呢它就自動要把HIGH放進來 有沒有 然後它的名稱就是有什麼 有第一個特別重要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知道HIGH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一一過來 它的名稱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A1儲存格 那X的話呢就放在什麼? A2儲存格 5的話放在A3儲存格 一時類推 所以這樣很快的我就可以怎樣? 把13個工作表的名稱全部都幫我放過來了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那個什麼 排序 那排序有兩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 你就怎麼樣? 錄製聚集再貼過來就可以 應該會錄製聚集吧 這個聚集就是怎樣? 你就是直接 假設我這邊 一樣的方法 你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資料的話 你可以先有一個資料 假裝的資料 然後你可以先貼上來 你可以就開始錄製 這邊有個開放人員錄製聚集 有不要先放外面 有排序好了 然後有不要放在這邊 然後再來什麼? 資料 排序 對不對? 然後按一個確定 好 確定完之後 就 停止錄製 那你錄製下來的東西 我剛剛是聚集3 編輯一下 就這一串 有沒有 一模一樣 但是特別需要 這個名稱恐怕改一下 不然將來這個 可能會找不到這個東西 那我把它稍微修改 不過這個方法 當然比較沒有那麼OK 所以我後來的話 我把它改了 改成下面這個方式 其實你錄下來 它會是什麼 工作表6 但是最後可能 名稱不會叫工作表6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Shit.com 一定是最後一個 那就絕對不會 適用所有你以後遇到的狀況 OK